今天想什麼 今天要帶大家去日本 經過了新加坡以及泰國之後 今天終於來到國人最想出發的一個國家 日本 大家都準備好了沒有 差不多要出發囉 那麼在這兩年過後 日本到底有哪些店家已經不見了 哪些景點沒有了 又有一些什麼樣的新的景點 或新的玩法 今天就要來推薦給大家 我們馬上連線東京特派員 好的 現在在我們線上呢 就是我們在東京的好朋友 東京特派員 楊彥九小姐 哈囉 大家好 這個楊彥九呢 他其實在日本已經住很久的一段日子了 13 14年 這兩年這個疫情期間 我想你已經失去很多朋友 因為好久都沒有看到朋友 來日本找你玩對不對 對 沒錯 我變得好不單喔 那我們言歸正傳來聊聊 大家最關心的 目前整個日本的觀光開放的政策 已經開放觀光了嗎 目前已經開放四個國家可以進來觀光 6月10號開始就有台灣 我想我們播出的時候已經是6月10號 OK 那這個開放的條件是怎麼樣 日本把海外國家地區分成三個級別 紅色 黃色 藍色 然後因為台灣是屬於藍色級別 所以是可以進來的 那我們是不是要包團 還是如果個人可以去 現在目前只開放 團體旅客進來 自由行跟個人旅遊還沒有開放 欸 那如果我錄節目算團體嗎 你也不知道 那我們多找幾個人一起錄 我覺得可以 就是包團 對 你說個人是不行嗎 那團體才可以嗎 是 那浩角翔起兩個人就可以去啊 因為我們是團體 我們都走一起 我們不要自由走 但是現在問題是 台灣還沒有開 回來還得隔離 4加7什麼之類的 那現在去日本 我們台灣開了 那團體去的話 要需要做PCR還是要隔離嗎 在日本 因為台灣是藍色的級別 藍色的級別是 無論有沒有疫苗接種證明 只要被妥出國前72小時 PCR陰性證明 入境日本就可以免篩檢 免隔離 所以不管你有沒有施打疫苗 或是你已經施打幾劑了 都不重要 都沒有影響 這個反倒是跟我在新加坡 泰國聽到的是不一樣的 他們都一定要打兩劑 那這樣子 家庭裡面小朋友沒有打 他就沒有 沒有兩劑的條件嗎 那就很麻煩 但是你PCR過了 你是OK的 這個聽起來還不錯 那目前整個在日本 東京街頭來講的話 大家口罩都是戴著的嗎 還是拿掉 現在日本政府是有宣導說 在戶外有保持兩公尺以上的距離的話 是可以拿下來的 但是目前日本的民眾 還是覺得戴著比較好 所以目前戴上的人居多 戴好也有可能是這樣子哦 蛤 那有戴等於沒戴啊 整個時間點已經告訴大家了 那現在唯一的這個政策 就是取決於我們台灣的 什麼時候打開 我們就準備要出發了 但是出發是大家一團一團的去哦 還不能自由行動 有機會的話 我們鬧著玩去拍攝 然後我們開團 再來抱我們鬧著玩 這樣OK 好 我們是團體型 我們現在來聊一聊 就是說這兩年 有沒有一些店家 或者是大家所知道的景點 它不見了 它倒閉了 目前大家最熟悉的 應該就是元素車站前面的那一間GAP 它已經收掉了 現在改成一個美妝旗艦店 蛤 GAP不見了 它是我以前會帶小朋友去那邊 買童裝的店 它已經沒有了 收掉了 蛤 還有一個是涉骨 Forever Twenty One 已經變成了知名家具店 就是大家買衣服 會去 Twenty One 買耶 我偶爾會去逛一下 然後它變成家具行了 對 沒錯 它變家具店了 欸 那109辣妹 怎麼109辣男的 那些還在嗎 還在 他們可以撐那麼久 109女裝男裝 這兩款都還在 好 那很厲害 好好 恭喜大家 還要逛還有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這幾天有沒有發現一些新的景點還是新的玩法之類的 新的景點的話 大家可以去涉骨 雖然有些店倒了 但是也有新開的百貨公司 滿推薦大家去涉骨 車站前面大概走路三分鐘 有一個叫做宮下公園的地方 它是整個 複合式商場建起來 公園 那它到底是公園還是建築物 它以前是公園 現在已經變成了建築物 但是它還有保留公園 一樓是餐廳 二三樓是可以逛街的地方 四樓是一個公園 所以它把一樓的公園移到四樓 對 而且四樓還建了飯店 那你剛剛說二三樓可以逛街 那邊好總逛嗎 那邊不好走逛 因為那邊都比較屬於知名精品店 所以對於小資族比較 了解了解 就是四樓走一走公園拍拍照OK嗎 對對對 四樓可以拍拍照 然後你可以看看涉骨的天空 天空有什麼差別啦 還有嗎還有嗎 還有一個是晴空塔跟淺草 以前大家可能都會坐電車過去 但是現在建了一個逛街的步道 大家可以從淺草走到晴空塔 我知道那個雷門那邊嘛 對沒錯 那個晴空塔是每一個人去那邊 好像都一定要拍照打稿 以前我們是會不一定會坐電車 我們都是有專門的包車帶過去 因為整個路上好像也沒有 就一條河啊也沒有什麼 現在有走有步道 現在有步道 而且旁邊還蓋了一些商店 大家可以邊走邊逛 然後它基本上商店都是 飲食店咖啡店居多 那如果這樣的話感覺就不一樣 在河道旁邊散步 然後喝咖啡 欸蠻浪漫的 這是新的步道 對新的 然後還有一個新的推薦給大家 就是夏北哲 夏北哲我知道 夏北哲的車站就是 它整個車站都翻新了 它的小田急線跟金王井之頭線 大廳全部都翻新之外 它旁邊又建了一個 新的複合式商店 它今年三月三十剛開幕的 然後那個複合式商店裡面 基本上都是 也是飲食店居多 但這裡會比較好逛有沒有 這裡比較好逛 因為都是 之前像我們知道一些夏北哲 它其實有一個散步的街道 然後有很多店家可以買衣服啊 還是美妝店 那這些商店這些店家 整個都還在 都還在 但是有一些可能有換掉 但是基本上那條街都還在 今天因為有特派員的關係 大概跟我們講了幾個 東京街頭的一些新或舊 那大家如果到這個 東京來住宿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新的 住宿的點可以推薦給大家 有推薦一個新的是 今年二零二年一 一月剛開幕的 它是屬於新野集團的一間飯店 在東京的赤板 價位滿便宜的 談早餐大概台幣一千五不到 然後車站出來又有手扶梯 所以如果拖著行李的話 也不用擔心說全部都是樓梯 會很不舒服 那它這個飯店名稱叫做 就叫做新野嗎 OMO3 東京赤板 你說 含早餐一千五 這麼便宜 對 因為我很喜歡新野集團 所以我昨天去住了 總金額是 五千八百一十塊日幣 所以換算台幣大概一兩千這樣而已 對 可是會不會等到 我們七八月開放的時候 九月開放的時候 它又漲價有可能 所以我們台灣到底要開了沒有 我想要去日本了 我也好想要回家 好慘喔 好 所以說你有進到這個新野的飯店裡面來 好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本來就是 日本房間本來都是用小小間的啦 迷你型的啦 但是應有盡有啦 它的浴缸超大的 浴缸超大的 三個金額都可以 太誇張啦 那那個 浴缸洗澡的時候 要穿他們的浴衣嗎 哦 浴衣呢 這必須跟大家說 我以為新野就是 什麼都會提供 因為我之前也去渡過北海道 或者是青森的新野 但是 浴缸這一間是 必須付費的 需要支付兩百塊 才能拿他們的居家服 我換個浴衣還要付兩百塊 對啊 所以建議大家自己帶居家服 哦 建議大家自己帶那個 GTU的睡衣 那目前來看的話哦 東京街頭上面來講 大家的那種害怕的程度啊 防疫的措施啊 大家心情是怎麼樣 已經稀鬆平常了 也沒有人在管今天確診幾個人 此時此刻的台灣 其實大家還是很緊繃的耶 因為我們現在一天感染6萬多人 那日本目前一天確診案例大概是多少 今天的還沒有出來 昨天的是兩千一百九十四 昨天是兩千一百九十四個人 東京 這是東京確診人數 這是東京哦 全日本 全日本我要再找 我以為全日本只剩下這樣 那真的是非常少 那如果東京來講的話 那就合理一點點了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大家就是 得先把這個防疫先做好啦 自己先保護好自己啦 那今天呢 非常感謝這個 東京特派員楊彥九小姐 大概跟我們講了一下 這一些新的資訊 那如果陸陸續續畫面 如果還有一些朋友 想要看日本的什麼地方的話呢 我們再想辦法拍給大家看 OK 好的沒問題 好 謝謝楊彥九哦 謝謝哦 不會 OK 好 以上那個目前來講的話 這是日本的東京的第一手的資訊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下一次 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其他地方 掰掰 今天下一次嗎 今天下一次嗎